专小组到涉案的综艺诊所进行搜索 并查后诊所病患保险证明单 保险对象名册 或品药品进出单据 诊所障册电脑等证物 刑事局日前接获多家保险公司报案后追查 发现某保险经纪公司 陶族分处谢信总经理等人 涉嫌指导保护 以打球或骑车挫伤等轻微病征 到合作的综艺诊所看诊 再透过大量过卡制造假就医记录 综艺诊所还提供如同电商平台的服务 有保护选购保健食品或笔电等3C产品 保护并以不实医疗诊断证明 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初步估计诈保金额超过千万元 本案主要的一个犯罪说法 是先由这些保险经纪公司招揽 特定的一个旗下的保护 然后指导他们前往特定配合的综艺诊所来就诊 那再由这些综艺诊所 对这些救责的保护进行大量的一个过卡 来进行制造假的一个就医记录 那最后再进行过卡换保健食品 及3C产品等等的一个物品 那最后再由这些保护呢 然后持这些单据 不实的单据向保险公司进行造保 警方共具体的试案保险经纪人 及试案保护共11人 并在第二波行动中查棄市民中医师盗案 全案已依涉嫌伪造文书 加重诈击等罪嫌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记者张旗潘 台北报道